好,各位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當你第一次打開Photoshop的時候 我們來幫他進行 面板的設置 像我們工作區這邊呢,我們都幫他按一下 重設基本功能 讓他回到 我們一個基本功能,按一下重設基本功能 回到一個基本功能的時候呢,我們注意一下視窗下面的 選項工具還有應用程式框架呢,這三個都要把它勾選 勾選之後呢,我們 在操作上才可以正常的一個操作 好,那現在 目前的狀況呢是 我們大家都設定大家各位可能是右撇子 那右撇子的話呢,我們會把面板東東放到 右手邊來 將我把工具箱 按著 拉過來 到這裡出現藍色垂直線,放開 他就塞過來了 好,塞過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控制一下 編輯 鍵盤 快速鍵 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呢,在編輯這邊呢 還原重作呢,我們這邊不要填上任何的控制鍵 就把它刪除 好,再來退後呢,我們把它設定 Windows是Ctrl-Z 那我的是Mac,所以是Cmd-Z 好了,之後按下接受 再按下確定 好,這個是我們的快速鍵設定 這邊的快速鍵是說,當你要做倒退的時候 就是Ctrl-Z就可以了 好,那再來 我們按一下Cmd-K 好,Cmd-K的偏道設定呢 我們在 介面這裡 個人選擇是選擇深色 因為你用淺色的話,覺得 可能螢幕 看起來會很刺眼,所以我選擇深色 好,那 使用彩色 顯示色版的這個打勾把它取消 不要用彩色顯示色版 好,再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效能 效能這邊呢,使用圖形處理器把它勾選 好,不做記錄狀態 預設只是50 因為你設的越多的話,造成 零到時候,可能記憶體會吃很大 使用預設值就好 好,再來 真效模組呢 顯示全部濾鏡收藏館群組和名稱把它勾選 這樣你的濾鏡呢,才是可以完整的顯示 再來 使用 技術預示 這邊請勾選啟用繪圖對稱 這邊勾選之後呢,我們在 畫 對稱圖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開啟了 在繪圖的時候 好,以上設定呢 都先把它開啟 按下 確定 好,以上就是面板的配置 與 偏好設定的設定 好,那我們這邊都配置好之後呢 我們就按一下視窗工作區 在這裡按一下 新增工作區 好,好了之後呢 按下儲存檔案 好,好了之後我們在工作區這邊就會看到你專屬的 好,當然 這邊如果你 切成別的 面板變了 你只要回來工作區點回來 它就會切換成您專用的工作區設定 好,以上就是 剛開啟Foloshop 該進行的面板配置 與快速鍵設定 好 可以先測試一下 太棒了 好,來自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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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uropé